从世界各地到法国的外国人 无论您是求学就业甚至移民 都必须要会讲法语 为满18岁的年轻人或是小孩 法国政府规定必须到学校上课 以达到相当水平的法语能力 至于成年人就必须要自己找学校去上课 学习法语 如果您是早工作 甚至为了取得居留权 那就更得通过法语水平考试了 事实上有许多人在法国生活了十多年 都不了解什么叫做法语水平考试 今天我们邀请到 Jenife Leong-Cou 来向我们解释 各项法语水平考试 以及这些考试的实际功能 Jenife你好 Carole你好 可以不可以请你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好吧 我是Jenife Leong-Cou 我在同济学校工作 我是管法语水平考试的部门 可以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法语水平考试 还有它是由法国政府的哪一个单位主办的 好吧 那就是是法国政府的CIEP来主办这个考试的 就是CIEP就是Centre Internationale d'Études Pédagogiques 是他们来做那些考试呢 那么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们哪一些人需要通过法语水平考试 那要通过法语水平考试的人都是就是移民来的人或者你是留学生啦或者你是来工作的或者你只是陪你丈夫或者你太太你们都要考这个法文 因为你如果陪先生或是小太太来这里为了取得居留权 所以你也必须要取得法语水平考试的这个文凭或是证明 是 好那现在可以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法语水平考试有哪几种 那法语水平考试那就是有三种 第一种那就是DELF Diplome Initial de langue Française 然后有DELF Diplome d'études de langue Française 那最后一个是DCF Dest de langue Française 好现在请你先跟我们介绍第一项DELF的考试 好吧那DELF的考试呢是最基本的那个考试 是最容易的一个就是是你一个Diplome Initial de langue Française 就是你来了法国不久大概你来了法国 你不是你不是来了可是你学了法国大概100个中间呢 或者150个中间呢你就可以去参加这个DELF了 就是说你一句话都不会讲的时候你来到法国上课上100个小时或是150个小时 大概三个月左右 对三个月大概可以说三个月如果你是密集班 对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来上完课之后你就可以去报名参加这项考试 那这项考试就是最基本的这个法语初试测考试的话 它一般的成功率多有怎么样 成功率我们从这边大概成功率有95%了 有95%的人报名参加考试都可以通过这项考试 那通过DELF的考试以后呢 接下来的DELF又是什么样的考试 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吧那DELF就是你一个Diplome d'études de langue Française 你考完DELF以后如果你继续学呢 你就可以去参观这个DELF DELF呢有四种的考试 有DELF A1、DELF A2、DELF B1和DELF B2 就是看你学了法文多久 你觉得你的法文有多好 你就自己去参观这些考试 参加这个DELF的考试 好比你说A1或是A2这个考试 就是一般来讲你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法语的能力呢 如果你通过这些考试 那DELF A1跟DELF A2呢 就是等于他们是说法国政府是规定的 就是你的法文应该跟一个小孩子的法文一样 就是最基本的你可以去买东西啦 你可以跟人家还价啦 你可以去看医生啦 可是是很正常的痛啦 假如你肚子痛啦还是你头痛啦 你可以跟医生沟通一下 所以说你就像一个你的法语程度 如果你通过DELF的A1或是A2这个考试的话 就表示你的法语能力像法国的一般的小孩 大概七八岁的小孩的法语能力 大概对七八还是对差不多啦 七八岁 所以你如果去一般看一般医生的话 你头痛肚子痛或是怎么样 你可以表达了 你去买菜购物买东西问价格 还有这个价格是便宜是不是贵 你也可以表达了 这些你都可以了 那如果说要到这个A1、A2的程度 大概要上课上多久呢 那大概要A1 我是这样算了 你进A1、你进A2 大概你会要有两百到三百个中间的学习 那就是大概半年左右 对大概啦 大概要半年六个月的上课 那如果你达到这个A1、A2这个考试 它一般来讲DELF A1、A2的考试是考什么 哪一些项目呢 那DELF A1跟DELF A2是考就是口语 然后考听力 然后考你的那个书写的能力 然后就你的那个读的那个能力 阅读能力 就是说你考考试的话 有一个主考官跟你考 他问你问题 你回答问题 是就这样了 那么DELF 北安、北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 你的法语能力要到什么地步呢 那DELF B1、B2就差不多跟DELF A1、A2 他们考的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你的口语 你的就是你会读 听力跟读的能力 阅读能力跟书写的能力 可是呢不一样的呢 因为他们是觉得 如果你进到B1跟B2呢 你应该就是可以的 自己自由的就是去看 去做一些东西 你就不用 你的法文就比较好了 应该就是你不 大概如果你去考 你有A1或者A2的水平呢 那你就会要有一个人 还帮着你来发你一些东西 因为你有一些东西是表达不出来的 那如果你进到B1跟B2呢 你就可以自由的 你自己可以去做很多东西在法国了 你就不用人家陪着你了 那我们就好比说一个 一个人移民到这里呢 或是你已经在这边工作了好几年 你现在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呢 你必须要自己办很多 申请很多相关的纸张 或者是有一些法国的相关税务单位 或是法律单位 行政单位 给你寄一些信来的时候 你都能够看得懂 你是一个可以 甚至你可以跟客户交谈 甚至是签约的事情的时候 你必须要达到B1跟B2的水平呢 就是说你的书写你也可以写信 B1跟B2你就可以好好写信 或者是说一些这些客户的 你可以自己能够有这个能力 不需要人家陪伴 不需要翻译的 那要达到这个B1跟B2的能力 其实就是说你的法语 已经具有法国的 一般法国学生的什么样程度 高中的程度 对 是高中的程度 B1跟B2 B1跟B2已经达到法国 一般高中的法语的能力跟水平了 在这个时候呢 达到B1跟B2的 B2这个水平的人 必须要上课上多久 哇 那这个呢 就是要很努力的 大概还是要上好久 大概要上就是 还是要上200到300个中间 我是每次是这样算的 可是就是最重要的 你不只是要上课 你要在家里努力的去读 如果你在家里不努力的去读 那你就是白白的读了 对 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杰丁费跟我们说 除了你上课去学习正规的法语 你的书写或者是表达能力 文法之外 你在家里还要常常运用你的口语 就是说你回家的时候 甚至你在外面就要开始常常练习口语 这是来增强你的沟通能力 而不是只有到学校上课 那现在再请你跟我们谈一下第三项 就是TCF的考试 好吧 那TCF就是一个读读的读读 sı viver的读读吗 许读读,'你 condemned kids' 一路上读读读读读读' 所以你去进法级或者你要进你要申请十年的居留 那你就是要考这个DCF了 DCF、RNF是为了要取得法国级或者是十年的居留 你都必须要有这项水平 那这个DCF、RNF跟DELF的BEDER 是不是BENBEDER的程度也可以去申请法国级呢 对,如果你是考到DELF B1或者DELF B2 你就不用去考那个DCF、RNF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DELF B1的文凭 你就必须要去考DCF、RNF或者DELF B1 是看你要怎么样用 法国政府都可以接受 都可以接受呢,对 那是不是可以再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TEST它的证书跟Diploma 就是前两项DELF跟DELF 这个Diploma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对,那就是DELF跟DELF呢 就是你说的就是Diploma 就是等于你是一辈子可以用这个的 你的法文的文凭、你的水平呢 就是跟你的那个Diploma一样 你的DCF不是一个Diploma DCF是一个Attestation 等于就是你只能用两年吧 那就是两年以后 如果你还要在你的工作单位或是你的学校 还是需要你的法语水平的话 你必须要再经过另外一个考试了 就是重新再考试 重新再考,就是每两年你是要重新再考 那这个DCF的考试跟DELF或者是DELF 它的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那个DCF考试呢 你不用考写呢 你只是要考听跟看跟读跟说嘛 那我们从DCF的考试里面可以不可以测验到 你的水平是属于DELF或是DELF的水平呢 他们DCF里面的考试呢 他们是混 他们是把 因为你学法文的时候呢 他们是分成六个niveau 就是有A1、A2、B1、B2、C1、C2 那在那个DCF的考试里面呢 是全部混在一起了 然后你考完了以后呢 他们会打分数C1、E2、B会打分数 就是说好吧 那你的水平是A1或者你的水平是A2 是他们自己打分数的 你跟DELF那不一样呢 是你自己去决定你的水平应该是A2 你就说我是要考DELF A2 这两个呢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在那个DELF里面呢 他们是考你的那个 你会写的那个能力 所以也不一样 所以那一个呢是一个Diplom 你是一辈子可以用的 那个DELF 那DCF呢你只能用两年吧 我们就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些外国人呢 他想证明一下或者是想知道自己的法语水平到底到哪里呢 他可以直接参加DCF的考试 那他如果觉得说他的能力 他的水平应该可以到A2或是B1 他可以去报A2或者是B1 然后看他能不能通过 就知道他的程度 他的水平是在A2B1或者是C1的水平 那如果也许他的工作或者是他的学校 需要他具有达到某一种水平的话 他就要来靠这个考试去取得一个证明 证明他的程度也许到DCF的里面也许他到了C2 那就是非常好的 对 或者是他是在B1的水平 那个就是这个考试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DCF的考试 因为他可以不断的去考 因为他只有两年的效用 所以如果说我现在呢 具有的水平也许我去考DCF只有一个A2的水平 但是经过我再继续的去上课 自己继续的努力 也许我下一次半年以后或是一年以后 我可以去试着去考B1或是B2的水平 也许我就通过了 如果我有心继续往法语这个深造的话 我继续努力 我有一天还是可以考到C1或是C2 我不断的可以不断的让自己进步 然后不断的透过这个DCF的法语水平的测验呢 让我的水平也越来越高 对 是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Jennifer Leong 偶尔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跟我们解释了很清楚的解释 各项法语水平考试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努力学法语 能够通过各项法语的考试 谢谢大家 谢谢Jennifer 谢谢